这4080和7900XTX两位卧龙凤厨都已经正式发射了 给强我们这两天也是当了把深雕大侠杨过 大家平时千万要注意身体啊 别撑小洋人了 那就卡不去新卡不来嘛 下一批卡马上又要来了 又有的等了 包括这什么4070Ti啊 4070啊 4060Ti啊 甚至还有40系列笔记本 好了也不卖关子了 赶紧随着给强来看看吧 先说这4060Ti的消架 硬件圈的老旧级党KIMI 记几天前泄露了RTX4070的规格后 又又又又又放出了4060Ti的消息 这频率搞得我都受不了 变得比我还快 之前的视频我们也说过了 它光RTX4070的规格就改了三次啊 所以大家也都要当个参考 后续可能还会修改 KIMI表示 这4060Ti啊 同样是5纳米的A.Lavis架构 和4070不同的是 其采用了全新的核心AD106 扩大核心数有4352个 这之前因为答备黑客入清 显露出来的1TB信息略有不同 当时显示AD106核心有36个SM单元 也就是4608个扩大核心 比KIMI爆料的要多256个 难道这中间还夹了一个型号 或者被阉割了 显存配备了128bit位宽的 8GBGDDR6显存 传输速度高达18GBPS TB功耗为220W 比3060Ti高了20W 比之前KIMI爆料的4070低了30W 大概率会在2023年年中推出 价格的话各位觉得多少比较合适呢 最离谱的是KIMI还提到 RTX4060Ti仍然会使用PCI 5.0电源接口 也就是16Pin 12V HPWR供电线 之前4090被烧的那根 看来老黄是想要全线新品 都采用全新的供电线 而不仅仅是高功率的卡了 到时候可能就会是单8Pin还要转移到 并且这个4060Ti的PCB版会非常小 且基于PG190设计 各位等等党是不是都在等这张卡 毕竟上一代3060Ti确实很有性价比 4070Ti小米不用多介绍了吧 其实就是改了个名的408012GB版本 啥规格都没改 就换了个包装盒 即上次泄露后 美国显卡品牌PN1 也透露了自己的两张4070Ti显卡 规格上相较于408012GB 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除了4070Ti外 4070的规格消息 在上期视频我们也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把这409040804070Ti40704060Ti放在一起 说句实话 你把4090改成5090 不 6090我都信了 不过老黄后续定价依旧离谱 这4090恐怕要作文 性价比宝座了 最后看一下移动端 经常关注笔记本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老黄会在下个月的CES展会上 公布40系移动端的产品线 这不还有半个月吗 罗马尼亚一家零售商就上架了6款 汇补暗影精灵时期的新品单位服务 包含了RTX4090 RTX4080 RTX4070 RTX4060的移动版 CPU则是配备了英特尔即将推出的13代HX系列13700HX 跟着此前WCCFTEC的消息渠道 RTX40系移动端相较于上一代产品 有着30%的减天提升 同时也会添加最新的功能 例如DLSS3和升级后的光线追踪性能 预计这批搭载了RTX40系型卡 和Raptor Lake H系列CPU的笔记本电脑 将会在1月底或者是2月初率先上市 最逆谱的还是其标注的价格 最便宜的4060套装 换算过来都要2200美元 这 这是人买的 RTX4060和4090笔记本之间的价格 几乎翻了两倍 估计只是个站位服的价格 你不会和我说 这也大量缺货吧 不过这4060的存在 也侧面证实了4060Ti周面端 应该不远了 除此之外 微轻的旗舰笔记本 微轻泰坦G777 估计到时候会用上 i9HX处理器和4090移动端 不然这4K144的屏幕 怕是也带不动 所以就等着下个月的CES2023了 这2022年 我是一秒都不想带 那如果还想了解 更多更新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于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